熬夜追劇看書或是打電動 每個人熬夜的原因都不同 但要小心 這樣可能會比較早死 國外最新的研究發現 依照不同的晚睡程度進行分組 研究發現夜生活這一組的人 死亡風險增加9% 明顯夜生活這一組的人 死亡風險增加21% 為了讓研究更客觀 專家把吸煙喝酒兩大因素納入 夜生活的人死亡風險增加43% 沒有抽煙喝酒習慣的人 就算熬夜死亡的風險 反而大幅減弱 晚睡並不是一個獨立因子 抽煙喝酒或者是吃宵夜肥胖 才是真正造成晚睡 死亡率增加的一個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 美國醫學協會最新研究 在晚上11點之前上床睡覺 罹患重度憂鬱症的機率 下降40% 除了早睡之外 如果能夠配合早起會更好 美國三所頂尖大學聯合研究 早起的人罹患憂鬱症的機率 下降27% 罹患重度憂鬱症的機率 減少23% 晚上的9點到11點之間 能夠去救起 5點到7點之間起床 應該會得到最好的一個精神狀態 但有的時候為了工作 不得不熬夜 如何降低身體的傷害 這個時候我們水分一定要補充 可以補充一點像水果 甚至你有一些微糖分鼻群可以吃 除此之外 還可以多服用枸杞 飽乾護乾 菊花清熱解毒 按摩腳背上的太沖穴 能夠疏乾禮氣 百合鴨肉 黑豆 海蛇皮 桑腎 能夠補陰區 迫於無奈必須熬夜的人 可以作為參考 好好補救一下自己的身體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報導 現在正是凶狠的圓轴蟹的繁殖季節 台南市河尾路工程 變成了阻礙圓轴蟹移動的路線 因為在馬路中間 多了高聳之力的水泥橋 還有安全島 嚴重的阻礙到蟹妈妈們 過馬路到水裡去繁衍下一代 環保團體組織了互蟹活動 要向台南公務局抗議 希望能夠還給這些螃蟹好的繁殖環境 台南市政府則表示 將會邀請專家 來共同處理解決 商討出一個共通的自然環境 有生活小確信 交通部民航局指出 依照中油公告的航空燃油價格 國內航線的運價達到調降的門檻 航空公司從8月1號起 要調降國內航線的全額客運票價 那麼像是非離島 花東都會變得比較便宜 算下來各個航線的平均跌幅 大約是4.3% 平均是調降95塊錢 那麼調幅最大的是華信航空的 台北飛金門票價從2641塊 降為2459元 等於是降價182塊 降幅是6.9% 那旅客如果是在調整之前 就已經購買了8月1號之後出發的航班機票 可以由航空公司來退還差價 都發續辦公室民眾抽號碼排等待 史上最大租金補貼方案 7月3日開放申請 一直到2024年12月底截止 補助總預算高達300億元 我一個月花兩萬塊租房子的話 然後扣掉五千塊 五千塊我可以給小朋友 比如說尿布啊什麼的 就有差 家庭成員每人平均月收入低於四萬八千元 審核通過後 每月可以領兩千到五千元不等補貼 台北市甚至最高八千元 民眾分別有零貴 線上書面寄送三種申請方法 只要備其申請書 戶獲明不印本 電子戶籍騰本等資料 就可以送監 可能會針對一些像新婚 或是一些育兒的家庭 有育兒未成年家庭的這一些的民眾 補貼改版2.0 年齡下手的18歲 預期收回族群達到50萬戶 首播申請通過的民眾 這次不需要重新申請 也放寬房屋適用範圍 另外還有加碼條件 像是成年未達40歲單身 可以領取1.2倍 新婚家庭1.3倍 還有未成年子女 一人1.4倍 兩人1.6倍 多一人就多0.2倍 預估減輕民眾租金兩成至四成負擔 台北市符合第一級的這個低收入 假設有三名未成年子女的話 那他會有一個1.8倍的加碼的急劇補助 那所以試算下來的話 就每個月等於說大概可以領到 一萬四千四百元這樣子的租金補貼 不過租客申請補貼 房東的租金所得就要報稅 就把房東也提高租金 行政院也推公益出租人 房東享有自用住宅稅率 1.2倍 綜合所得稅 每個月租金收入 最高一萬元免稅等優惠 可能也是政府要去加強 這個對租賃市場的掌握度 一旦你能夠掌握 他的租賃行為 已經不會有曝光不曝光的問題了 政策實施第一天 已經湧現申請人潮 只要相關配套能完善 租金補助才能讓房客 看得到也吃得到 這有鐘天見 王一婷 特別報導